另外桃源县17岁的一位张姓少女去年 她从中途之家逃逸之后 在网路上她竟然号召男网友成立仙人跳集团 让自愿下海社局勾引男客人 然后再由同伙协迫报警抢锁着修费 警方逮捕她之后才发现 其实她身材还蛮壮硕的 没想到能在短时间骗倒男网友 17岁张姓少女坐在机车后座 被同伙载到指定地点 之后再下车走路 便用电话联络男客人 只见她身材明显壮硕 却能在短短四天连续三次成功色诱被害人 抢钱得逞 人发现这个女性的网友 其貌不扬 长相不好 身材也不好 之后这个想要离开 然后就被这个切到集团 一拥而上 张姓少女被逮后坐在警局 小小年纪社局骗人手法却很专业 她多次利用网络和简讯诱拐男客人 也不忌讳身材直接透露三围给对方 双方先以谈心名义约到公园 之后等对方做出猥亵动作 同伙再跳出来上前围殴 之后更以遮羞费名义要对方交出提款卡 男性同伙再到超商盗领 被害人不宠 就将她丢弃在这个监石乡的山区 然后就进行的离开 张姓少女假元娇斟炸财 最后害自己和同伙 统统进了警局 专业新闻黄祝华 有问题桃源采访报答